哈喽大家好 我是HELLO 瑟瑟 露娜 那今天是 2023 年的 8 月 12 号 礼拜六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会邀请好几位同事呢 一起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 HELLO NEWS 为什么要找好几位同事来呢 主要原因是会上次我们 居然有同学跟我们说 蛤 我一直以为你们公司是 三人小公司之类的耶 你们就想说 好啦好啦 那我们这一次找多一点人来 同时来录 证明我们真的人没有那么少啦 对 那我们今天呢 邀请Peter 主要是因为呢 我们在开始之前啊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讲座资讯 那我们这一次呢 讲座邀请到谁呢 是我的学生 Ben 那他原本是在 台湾当工程师的 可是他在当工程师之前呢 他的学士跟硕士 都跟工程师毫无关系 大概在疫情前 2019 就把他送到加拿大 去读Seneca CPB 毕业之后呢 顺利的找他工作 也顺利取得他的PR 这一次呢 他回到台湾了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他来参加 我们实体 跟线上同事举行的讲座 然后我这边附带一提啊 就是当初他要去之前啊 Peter一直在恐吓他说 签证会办不过 因为他就是 传说中的大龄啊 又是城市设计师啊 没有理由啊 去加拿大念书啊 所以这一次呢 刚好我们来 帮大家打一针强心针 对 我们讲座的话呢 是在 9月2号礼拜六 那我们当然就是实体 跟线上同步 那实体的座位有限 所以想要参加的人呢 就尽快啦 然后Peter我想另外问一下 那我们啊 最近是不是有部影片呢 就是 默默的询问度很高 那那部影片是什么呢 今年年初拍的 然后邀请了加拿大的朋友 然后来讲了很多 关于对台湾租房 交友 跟加拿大的不同的地方 后来我们有问到 比较劲爆的话题 就是在台湾跟加拿大 用听着有什么不一样 约会有什么不同 所以呢 欢迎大家去看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呢我们HELLO 捨底又要真材啦 那我们这一次呢 要真的是特注 那你觉得我们特注要有什么特质啊 当然英文要有 能够完全沟通无障碍的条件 主要是说呢 你也要有一个和善 然后非常热爱加拿大的心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是我们办公室的成员哦 就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要邀请到我们 另外一位同事来跟大家分享 关于港生的优惠 这几年啊有一个救生艇方案 那因为救生艇方案也快接近尾声了 基本上它方案就是到2026 所以如果要报名的 大概明年是最后机会了哦 那因为港生还蛮不错啊 不管是公立学院 或私立学院都是用 那私立的话大家知道 像打工优学会有一些优惠嘛 那目前最近最多人问的就是 BMC的彩妆啊 或者是一些美容课程 目前的话 对港生都有特别优惠哦 像明年申请的话 我们今年 申请明年1月2月的学生 港生的部分都有再折3000哦 3000加币 今年因为今年抽出的加打真的蛮多的 抽完之后官方又再开放了 又加开了一次 所以今年大概是抽了两倍的数量 那目前是真的已经额满就已经关起来了 目前也还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再加开啦 但以目前来讲的话是全部都额满的状况 目前的话因为就没有名额 所以之后的新周数 除非官方有再加开 要不然就是不会再抽出 这一点也跟大家讲一下 所以不要再问我们说 为什么都没有抽出新的人了 那也希望大家就是 今年的加打来不及 那你可以考虑打工优学 不然你就考虑2024的加打 总会有机会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呢 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开始来哈新闻的主题吧 8月12的哈新闻呢 第一个首先要讲的是 7月份就业市场的即时快报 这个的话呢 是我从政府网站里面呢 直接找出来的官方数据 这个的话就不是从哪一个新闻特别提及 而是说 因为最近其实蛮多同学啊 或者家长啊 都在烦恼就业的事情 因为你要留下来 一定最重要的是就业嘛 所以呢 我就特别对了就业市场 做了一些搜寻的墙 说整理给大家 那我这一次呢 主要放的是安省 卑斯 然后跟亚伯达省 还有魁省 那这部分呢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在底下留言 我再来做一下其他特别的省份 那下一则呢 是租市场的租金创新高 那再来下一则呢 是准时很难吗 加拿大的航空准点率啊 真的是太低了 准点率是低于52% 他的理由 大家应该很好奇吧 那再来的话呢 是2024年9月的入学开放申请日 然后再来的话呢 是 加拿大的十大危险动物是什么呢 第一名我通常是意想不到 那再来的话呢 是加拿大的美术馆呢 有免费入场日 那我们当然也有 其他地方也有嘛 我们之后 哈欣文也会陆续在做介绍 再来的话呢 是签证进度跟加打更新 首先呢 是来到我们就业市场的Snap Shop 那安省的失业率大概是5.6% 那他的工作呢 全职呢 少了1400位职缺 然后兼职呢 少了600人 那他的增幅呢 如果说是职缺增加最多的呢 是教育服务跟农业跟制造业 那他的职缺减少下降最多的呢 是在公共行政领域 然后金融保险跟房地产租赁建造 还有资讯文化娱乐产业 那这边的话可以给大家大概看一下 那我们呢 在这个专题当中呢 都会列出各省份呢 大概三个主要的重点产业 然后讲一下他的概况 让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加拿大的每个省份不同的行业别 因为有时候很多同学啊 他都会问我说 你觉得我念资讯的 我要去哪个省份发展 如果你想要去office上班的话 当然还是去 大一点的城市省份才会有嘛 那以安省的重点三产业呢 是有包含了制造建筑 跟资讯文化娱乐产业 那制造业的话呢 其实很多 像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如果你拿到很多那种饼干啊 罐头啊 有的没有的 是蛮多是安省的 那不管说是贸易进来 或者真的是在安省制造 这些其实是蛮多的 所以呢 他在基本的工厂作业员这种工作 其实安省很多 还有另外一个产业可以讲的话呢 像是建筑 那建筑的话呢 像他的最近产业量稍微少一些些嘛 但是我们其实蛮少 国际学生毕业后 从事这相关的行业 我有同学在从事相关的行业 其实老实说他的发展我觉得还不错 一开始当然找工作很难 但是找到工作之后 他其实就是一直很平稳的一直做下去 他也没有担心薪水太低 或者他的福利太差 就是他反而不担心这些问题 那这边的话呢 我可以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在政府的官网 他是有说呢 像维亚铁路呢 他已经在伊毕桃苦那边的 多很多维修正中心啊 有进行升级 然后有创造了蛮多纸缺 那另外呢 就是像是多很多国际质疑厂 他那边也是有在新型的建设嘛 有一个点是蛮有趣的 在安省 像伦敦那个区域呢 或者其他的城市都有 就是蛮多汽车产业的发展中心 那大家可能想不出来汽车产业 其实是指的是电动车 现在就有更注入了一泊活水 在这相关的产业链当中呢 他是有不少职缺 当然也有一些公司是 营运比较不佳的情况 但整体来说是正向的居多 那另外呢 是资讯文化娱乐产业 那这部分是减少 那主要呢 是因为好莱坞的IATSE这个机构呢 他相关的罢工行动 然后导致于整个北美的电影 电视业呢 产业链断开 大部分的都是罢工嘛 所以其实蛮多人会担心之后 没有电视影集什么的可看 对那目前呢 罢工还没有真的有一个结论嘛 所以这部分的话 实际上冲击到的就是安省啊 像飞斯省啊 或者亚伯达省 萨省这些全部都有影响哦 这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影响 像殷尸路啊 有些拍摄的地点 就跟加拿大好像也有一点关系 安省的人口众多嘛 所以呢 我就有多加了一张就是按照他的区域 来划分的 那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其实有一个很惊人 就好像大家不太敢直接面对的事实 就是多伦多市本身他的失业率是高达了6.8% 所以也的确是有反应在我们一些同学在选择学校的一些犹豫的点 因为他们很担心在多伦多市中找不到工作 但是其实呢你要是仔细看一下 他有些地点滑铁卢啊 这种地方啊 他其实是在5.1%嘛 那其实就稍微低一些些 老实说他的失业率的确安省的话算是高一些些 但几个大省当中其实大家都好像没有差太多 再来的话呢是卑斯省 那卑斯省的话呢 他的失业率大概是5.4% 卑斯省的失业率是比多伦多再少0.2% 其实差不多 那工作职缺的话呢 目前全职是增加了4100名职缺 那兼职少了5700名 卑斯省的失业率最低的地方其实还蛮特别的 原来温哥华岛的失业率这么低啊 只有4.7% 就是整个省是最低 那这一个卡里布呢 8.0是失业率最高 卑斯省的一个在很中央的一个位置的城市 然后他的产业的话 他一样也是有制造业 然后跟资讯文化产业 医疗保健跟社会援助 那这里呢制造业的话呢 像卑斯省这边呢 他也是蛮多纸浆啊造纸业啊 这种巨木业这些的 然后还有港口的一些劳资纠纷 所造成的一些供应链锻炼的部分 所以他就会减少一些职缺 那如果说是医疗保健的话呢 你要是看过整个加拿大的数据呢 不管哪一个省 医疗保健相关的行业 大部分都是增加为主 那另外就是还有资讯文化娱乐产业 他的职缺也是减少 一样也是受到罢工影响 那亚伯达省呢 他的失业率呢 其实是安省、卑斯省、亚伯达省 这三个比较当中最高的一个 就是我们台湾同学呢 这几个最喜欢去的省份当中 他是失业率最高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也有列出他的工作总人口数 然后还有失业率 大家会很纳闷说 那为什么失业率会比较高呢 那边不是生活要平价还是什么的 那其实是这样子的 他们的新增职缺是有 可是比不上进来人的速度 因为今年我们其实看到 蛮多人的问题是说 他觉得多人多跟温哥华的房价太高 所以他就是首先就直接考虑了 亚伯达省的卡加利 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进去的人很多 然后就会变成说人多 但是其实原本的职缺 并没有增加太快 那亚伯达省呢 他这边目前提及的重点的产业 那当然他们石油业也是蛮重要的啦 只是说这里刚好没有提到 那建筑业的话呢 他的就业职缺是减少 那公共事业呢 这边的话也是减少 因为他们想要做一些 能源发展的公共建设嘛 但是他们现在在评估一些 对于农业用地啊 或者景观生态的影响 所以他们就先暂停半年 评估完之后会再开启 那这个部分呢 也顺便提一下亚伯达省 其实也是农牧业的大省 很多人呢都会说 哦原来牛肉来自亚伯达哦 大家其实之前都不太知道 再来的话呢 是还有医疗保健跟社会援助 那省政府呢 有做了一个康复社区 那这一部分呢 他们其实也会有一些当地的 first nation来提供协助 再来的话呢 是魁北克省的七月就业市场 那魁北克省呢 其实是我们这几个 最大的省份当中失业率最低的 那他的 全职的职缺是有减少 但是他的兼职的工作是有增加 那他一样也是有建设业嘛 然后还有金融保险 房地产租赁啊 这些的都还 还有医疗保健跟社会援助 那在魁省 他的房价其实相对的低耶 我比较认识的人呆在蒙特罗啦 就是好几位同学 他的生活其实真的品质蛮不错的 只要你敢真的挑战法文 你很愿意融入当地 其实你的报酬率 我觉得都是高的 就譬如说呢 你的房屋租金可能真的一个月 套房一千一千二就有 但是你的薪水呢 不会比其他省份低 那这里呢 也先列一下 其他特别的地方给大家参考 譬如育空 育空的话呢 他的失业率是3.7% 超级低耶 其他地方呢 就给大家参考一下 另外一个部分呢 发现房价创新高呢 平均的租金呢 是来到了2078元 那比2023年6月的2042元呢 多了36块左右 那这边主要原因是因为呢 7月的 大学生都已经在开学前到了嘛 然后他就会有一波租屋草 加上呢 加拿大央行将利率调高的影响 原本想要买房的人就倾向观望 也面临了租金上涨压力 因为大家都想要租房子嘛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也只给大家看一下参考的图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FIDO优惠啊 学员的话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那如果说你是非学员的话呢 只要讲得出 跟我们好的学员的名字 那我们就一样也可以给个优惠 那这部分的话呢 就免开卡费 出发前就可以拿到SIM卡 那你如果说有需要加购交通卡的话呢 就是可以再直接跟我们说 那基本上呢 就是到加拿大开通 准时很难吗 加拿大航空准点率呢 是小于52% 那有一个航空分析公司啊 他针对于北美的10家主要航空公司呢 在7月份进行了一个排名 那加拿大航空呢 变低 我们是觉得都很不意外啦 他总共有3600多航班 那他的准点率呢 是低于52% 那我们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呢 是希姐航空 那他是排第7 准点率呢 是小于62% 加航呢 就是他觉得他自己也很委屈啦 但是我们先来看看 阿拉斯加航空 他是排名第一 36960个航班当中呢 他的准点率是82% 加航呢 跟阿拉斯加航空呢 他的航班数其实差不多耶 但是你看准点率差那么多 然后记者就有去 就是希望他们要不要发表一些声明 他们不要 他们只有回信 空运的需求量大 还有航班接近满载啊 负责空中交通管制的人员短缺 但是你看看阿拉斯加航空 航班还比他多一点 但是人家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你是加航的员工的话 你有什么内容可以跟大家补充 也欢迎让我们知道一下 让我们不要误会加航 然后另外呢 2024年9月的入学呢 已经开放申请了 我们会随时更新 那细节的话 当然可以问我们顾问 因为有时候某些科系 他可能会有特别的条件 那我们目前呢 已经开放申请的 有AB省的Bovelly 跟RC Polytechnic 那如果是今年10月开放 2024年9月申请的 像是一般的公立教育局啊 大部分都有 一般的大学应该说 他是陆续开放 但是他会有一个统一的截止日 通常是在1月底 那1月底才送一定来不及 因为你一定要在那之前先建资料 然后陆续上传一些文件 所以如果你要通过我们送大学的话呢 建议可能一样也是 9月10月就要先预约 我们顾问能够服务的人数真的有限 所以呢 也因此就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们冬令营就暂时没有在接 原因是因为我们就要全心协助大家升大学 那另外呢 其他10月开放就有AB省啊 BC省这些学校呢 我们就也列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没有列在上面的学院呢 可能你也是直接问 我们都可以给你答案 那这边呢是我们的加拿大致命动物排行榜 我们顺便把中文也列上去 那第一名呢 你知道会是什么吗 好我来公布答案 第一名是我们的慕斯 为什么是驼鹿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呢 他其实本身没有那么凶啦 可是他呢是无意间让你致命 就像我有一个同学的例子 他那时候在卡加利工作 他就半夜开车要去跟我们其他同学会合 因为大家交情其实蛮好的 就晚上深夜开车嘛 突然就撞到东西 超大的一声 挡风玻璃全破 他就吓死了 没想到是一只驼鹿躺在地上 结果没想到那只驼鹿就张开眼睛 跳走了 他也是吓傻了 他就看着他全破的挡风玻璃嘛 当然也不会有兴致 是在去找我们其他同学会合 那主要来说呢 拖鹿他真正致命的原因是因为 类似像鹿杀 有可能是你杀他或者他杀你 在那种原野开车的时候 你一定要特别小心 不要开太快 然后也要注意路况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温哥华同事 想说分享一下的讯息 温哥华美术馆呢 他是每月第一个星期五 是可以免费入场的 那他也有推荐啊 在美术馆内的餐厅用餐 其实感觉氛围很不错 如果有要浪漫的约会的话 可以去看 至于浪漫的技巧呢 可以观看我们的 海家文化差异的影片哦 那这边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加拿大签证审理时间的更新 那目前呢 学签出办是7周 然后延签是74天 那IEC打工度假签呢 没有再抽了嘛 完全是在做加拿大的 签证的办理的部分 然后还有观光延签是89天 所以大家你要看哦 观光延签其实是最久的 另外也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旅转学 Case啊 我要再次强调 台湾人没有小签 台湾人没有小签哦 如果说你们喜欢看一些 网路上的分享啊 文章啊 觉得很疑惑 旅转学是不是真的超级好办啊 是不是我先办旅签 然后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台湾人没有所谓的那个 小签这件事情 所以办理的方法其实不一样 那这个呢 前面几个字 是我同事要求要加的 麦克蒙啊 加打名额真的剩余名额就是零 好啦 那我们这一次hello news呢 就到这里 那如果喜欢的话呢 就欢迎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然后呢 也可以在几下留言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就关于学校就业相关的发展的部分呢 也可以再跟我们说 那就先这样子啦 拜拜